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起将代表着端午节的传统美食肉粽 在全场倒数身下大手牵小手一起绑满100颗肉粽 以象征2011彰化鹿港庆端羊系列活动的源源满满正式启动 那么各位全国的所有的这个好朋友大家好 那么今年的鹿港庆端羊活动将在从6月的4号到6月12号 总共围起9天要盛大的展开 那么这一次的活动可以说堂堂进入了第34个年头 我有很多朋友问了说 那么你们几办了34年是不是老生常谈呢 节目都一样 我说今年跟往年是越来越精彩越来越热闹越多元 那么怎么样呢 我在这里跟大家做个报告 我们除了在例行的在这个吉安水道 就是张滨工业区这个吉安水道里面呢 有盛大的这个龙洲竞赛以外呢 那么最重要在我们张滨工业区里面有三大博物馆 包括我们的台湾玻璃馆 我们的这个基金博物馆 有我们的这个秀传纪念的这个意愿的这个健康 人体健康馆 那么这里活动呢 有推出非常多不一样 网不一样的这个活动 包括有这个黄车的摔尾活动 有这个漆弹的设计 当然这个玻璃馆里面 又推出了很多 跟大家没有看过了 我在这里要卖个官司 等下你来清零其境 江副县长表示 2011彰化陆港庆端阳系列活动 已迈入第34年 今年以浪里夺标赛龙舟 罗不宣天庆端阳 兴起有趣看展览 美食饗宴宝口福等主题系列活动 希望陆港这个微笑小镇 能让全台民众了解 彰化的传统民族文化 体验不一样的端午文化饗宴 公益频道张华允 陆港采访报导 Всем感谢观看 麗大